深夜突发 俄罗斯股市一度重挫17% 乌乌局势再生波澜 普京也将有新动作 欧洲主要股市掉头转跌 当地时间2月21日 俄罗斯股市大幅下挫 俄罗斯MOAX指数一度跌超15% 俄罗斯交易系统指数一度跌超17% 受此影响 主要欧股一集体下跌 英国富士100指数 法国开克40指数 德国DAX指数均有涨转跌 消息面上 据粮食新闻消息 俄罗斯南部军区当天发布公告说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防人员 在罗斯托夫州米奇亚金斯卡亚村附近 发现一破坏核侦察小组从乌克兰方向越过边境 俄军方击毙五名企图越境的武装人员 并击毁两辆越境的乌军装甲车 对此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否认俄方关于乌克兰武装部队 向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击的消息 此外 21日 俄罗斯股市暴跌 俄罗斯MOEX指数一度跌超15% 俄罗斯交易系统指数一度跌超17% 截至发稿 俄罗斯MOEX指数跌9.04% 俄罗斯交易系统指数跌10.59% 俄罗斯国债收益率前线大涨 1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7.44% 现报10.45% 5年期 3年期国债收益率涨超7% 15年期国债收益率涨近6% 20年期国债收益率涨5.46% 除了俄罗斯股市 欧洲主要股市也受到拖累 其中 英国富时100指数 法国KAC40指数 德国DEX指数均有涨转跌 截至发稿 英国富时100指数跌0.03% 此前一度涨近1% 法国KAC40指数跌1.5% 德国DEX指数跌1.4% 意大利富时密度跌1.26% 欧洲斯托克50指数跌1.71% 美股因为华盛顿诞辰日休市 据粮食新闻 俄罗斯总统普京 21日卡克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 讨讨顿巴斯问题 普京希望全体参会人员 基于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民间武装领导人 呼吁俄罗斯承认 其为独立国家的要求 以及俄罗斯国家杜马治俄罗斯总统 关于承认民间武装自称国家的呼吁书 研究俄罗斯的下一步行动 以及是否应承认民间武装控制地区为独立国家的问题 普京在联邦安全会议上表示 他想听到真实的意见表达 所以和所有的参会人员都没有就今天的议题进行过预先沟通 当地时间21日 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当天召开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上宣布 将于今日做出决定是否承认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 在当天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上 多名俄罗斯官员均向普京提议 支持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独立 2014年4月 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地区 爆发乌政府军和民间武装间的大规模冲突 经国际社会斡旋 冲突双方分别于2014年9月和2015年2月 在明斯克达成停火协议 确定了停火分界线 此后 大规模武装冲突得到控制 但小规模交火事件仍时有发生 据粮食新闻消息 当地时间21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 在当天举行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上发言 邵伊古表示 乌克兰方面的炮击并不是随意的 所有目标均为预先选定的 此外 邵伊古还表示 目前在顿涅茨克和卢干斯克接触线 乌军集中了约5.93万名士兵 另外 关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 有关可能会恢复乌克兰的核地位的暗示 稍一股评价称其是危险的 俄罗斯南部军区当天发布公告说 俄罗斯联邦安全局边防人员 在罗斯托夫州米奇亚金斯卡亚村附近 发现一破坏核侦察小组 从乌克兰方向越过边境 俄军方击毙5名企图越境的武装人员 并击毁2辆越境的乌军装甲车 对此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否认俄方关于乌克兰武装部队 向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击的消息 乌克兰外长表示 乌克兰武装部队向俄罗斯领土发动攻击的相关内容完全是谎言 他表示 乌克兰没有派遣人员或装甲运兵车越过边境进入俄罗斯 也没有向俄罗斯领土或边境检查站开火 他同时强调 乌克兰没有进行此类行动 也不打算进行此类行动 他同时敦促俄罗斯立刻停止散播这类虚假消息 近期 俄乌关系持续紧张 双方在两国边境地区部署了碳军事人员和武器装备 美国 乌克兰和北约声称 俄罗斯在靠近乌东部边境地区集结重兵 有入侵之事 俄方对此予以否认 强调北约活动威胁俄边境安全 俄方有权在境内调动部队以保卫领土 没错 感谢观看